他本是丞相府唯一嫡女 却痴心错付了的大猪蹄子 被困在深宫里 并奄奄地在踏上躺了七年 最终落得重判清理 还被爱人无情背叛 一朝幡然醒悟 直接从宫墙纵身一跃 结束了可笑的一生 大雪纷飞 魏阳宫内无休止的合作声传出 正在熬耀的宫女们 街邮万贵宫熬不过这个宫人 忽然大火像是见鬼式的愣主 看来今日魏阳宫来了不速之客 另一边 万贵妃正为自己惨不忍睹的容颜而伤怀 只恐陛下前来见到自己这副鬼样子 汤一声 贵妃请殿之门被粗暴推开 妖娆女子嚣张而入 正是淑妃杨月容 她行至床前 讥讽万贵妃怎么还没死 万贵妃也不是吃素的 直接回怼 让淑妃失望了 本宫还活得好好的 淑妃一听 也不装温柔 直接恶毒诅咒她赶紧去死 万贵妃嘲笑她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淑妃恼羞成怒 抬手就给了万贵妃一个大嘴巴子 还趁机羞辱她 要她让出贵妃之位 万贵妃欲反击 奈何身子虚弱 只能搬出许久未见的皇帝夫君出来压她 怎料得知狗皇帝从未宠爱于她 取她职位全室 且她的病是狗皇帝下毒所致 贵妃绝望的那是一口老血喷三丈 万万没想到啊 我万华龙一身为君戏一心 君却付我泪千毫 想当年 万华龙可是丞相府的金枝玉叶 自小就过着富贵日子 在金陵城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有一年出门踏青游玩 偶遇在诗会上夺得同名的霍卿 被她的才华和风采迷得不要不要的 哪怕后来知道她是公帝所处 是最不受宠的七皇子 她也一心只喜欢她 为了能配得上万华龙 霍卿也发誓为了她去争议 争那原本没兴趣的皇位 还许诺让她当皇后 就这样 她嫁给了霍卿 成了七皇子妃 为了助她登上那至尊之位 万华龙用尽手段 笼络群臣 排除一己 无所不用其己 为此沦为人人口中的恶非一无 可谁能想到 霍卿刚当上皇帝 万华龙就重病不起 皇后之位也一直未兑现 就给封了个贵妃的须名 这一病就是七年 暗无天日的七年 这期间 亲爹势力抛弃 皇帝探望寥寥 万华龙一往细种种 欲寻狗皇帝要个答案 于是梳妆出门 却见奢华马车失落 车内是即将封后的刘小姐 万华龙悬着的心彻底死了 等不住大喊 谁都能是皇后 唯独我不能 霍卿 是我信错了你 你不守诺言 忘恩负义 迟早会遭报应 彼时 狗皇帝与君皇殿内批奏章 太监禀报刘小姐进宫 请示住所安排 狗皇帝头也没抬回了句随意 听闻贵妃娘娘好几日未服药 狗皇帝一旦定下令不必管 此时 一宫女匆匆闯入 陛下 我是贵妃娘娘的宫女 太监见状就想把人扔出去 狗皇帝开口问 怎么回事 宫女哭得稀里哗啦 贵妃娘娘 自尽了 皇帝出事淡然 文后愤怒起身 嘴里念叨着 她怎么会 她怎么敢 未行己不诱问可有一言 宫女气言 娘娘说 没想到陛下厌恶她至此 既然陛下想让她死 她便最后一次成全陛下 就算轮回转世变成孤魂野鬼 也绝不原谅这言而无信的复兴员 昭得七年 万贵妃哄室 女人重生后的第一件事 竟然是去到了自己的墓 只为娶回前世母亲留下的遗物 七月后 万贵妃下葬 把车渐渐行进万贵妃林 车内某神秘女子忽然高喊 停车 车夫一脸诧异 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姑娘你恐有危险 神秘女子大手一挥 扔下买路前 七月是头七 我该回万贵妃林了 这话一出 车上几人被吓得尿不湿都快尿湿 而神秘女子已经消失在黑暗中 随后她来到万贵妃林 刚踏入大门便闻到一股浓重的香烛味 万贵妃安详躺着棺材里 以贵妃的规格安葬 也算是一种较高的礼遇 女子不屑笑笑 让你们失望了 我万华龙没死 也没有变成厉鬼 姐重生回来了 某乡下浓妆 床上的女孩奄奄一息 就连音术精湛的大夫都说回天乏术 丫头文言已然哭成泪人 感叹自家小姐命苦 更担心小姐去了之后自己该怎么办 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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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此时有人不断呼喊着她的名字 左迁都御史之女少华龙 你生母早逝 遭生父厌弃 如今又被妓女陷害 你用命术作影 敢照我而来所为何事 少华龙抬眸看向眼前不寻常的女子询问 您哪位啊 我是当朝贵妃 万华龙 少华龙自知两人身份有云泥之别 不敢有啥奢求 万华龙早不在乎贵妃这个身份 正因为这个身份 她至死都没能逃出如牢笼般的宫廷 少华龙一听 反问 我死了吗 而且死于妓母之手 我不甘心哪 哭着恳求贵妃出手相助 并且愿意把命术给她 只求她能帮自己报仇 虽说两人身份有益 但有感同身受的遭遇 万华龙答应了她的请求 承诺若有重活一次的机会 并为她报仇 于是 万华龙以少华龙的身份又活了过来 然而重生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来跟前世道别 顺便带走母亲留给她唯一的玉琢 然而就在此时 一把锋利的匕首刷一下抵住她的脖子 一道低雅的嗓音传入耳朵 大胆小贼 竟敢在贵妃灵之中偷盗 这位大人手下留情 我并非盗贼 拿走贵妃玉琢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说着她从袖里掏出匕首 男人一秒识破调侃 藏有匕首 还说有啥不得已的苦衷 你可别忽悠我 眼看没别的办法脱身 少华龙直接拔出匕首刺向男人 男人不费吹灰之力将其挡下 男人蒙着脸看不清样子 可从他蓝色的眼睛得知 他是楼回的异族人 同时少华龙好奇反问 一个异族人怎么会出现在贵妃里 可男人根本不给机会他听到答案 搜搜几下 男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事就将其拿下 还贴在他耳边低声对道 自身难保的小贼还敢质问别人 这事外面传来了一声 黄帝驾到 两人同时瞳孔地震 上一世 他被亲人遗弃 爱人背叛 含恨离世 如今重生归来 他发誓要与伤害过自己的人 致死奉休 可才登场 就应到自己的墓被一位 神秘面具哥当场逮入 与此同时 复兴汉狗皇帝也急不合时宜地 出现在陵墓之中 情急之下 面具哥挟持女子躲了起来 只见狗皇帝大手一挥下令关门 秉退众人 面具哥心中咯噔一下 唯恐行踪暴露 女子一眼便洞察了她的心思 当即表示自己能够帮她脱身 只求她饶自己一命 迟来的深情笔草剑 狗皇帝此刻来装深情 怕不是猫哭耗子 就在此时 藏匿起来的两人不慎发出了声响 惊动了狗皇帝 谁在那儿 滚出来 女子连忙上前下跪求饶 陛下恕罪 狗皇帝神情复杂地凝视着眼前这位陌生女子 询问她究竟是谁 女子淡然地阐明来意 称只是来给曾经受其恩惠的万贵妃上一柱送行香 想来狗皇帝爱惜名声 断不会为难一介百姓 她应允她将香点燃 女子眼眶含泪 点燃了手中的香 随后 她恭敬地祭拜起来 狗皇帝则在一旁默默瞅着 此时的她定然想不到 眼前的女子 就是被她亲手毒杀的万华龙 十二年的深情 换来的却是狗皇帝的薄情寡义 以及那饱受钻心尸骨病痛折磨之骨 绝情狠心的夫君 弃她如必喜的父亲 她对着自己的灵味暗暗立誓 我万华龙 绝对不会放过你们中的任何一人 但我为少华龙报完家仇 来日定于你们 致死方休 祭拜结束 狗皇帝命气退下 而女子却伸手推开灵木的窗 悠悠说道 贵妃娘娘曾与我说 最为喜爱这样沉浸的月色 所以陛下是特意趁夜来为贵妃娘娘送行的吧 如此深情若不能被百姓瞻仰传送 当真可惜了 只是在她回眸看向狗皇帝那一瞬 眼神中却满是杀气腾腾 而躲在暗处的面具哥 也对她那充满杀气的眼神深感好奇 随后 女子大步逃离贵妃林 心中暗存 从今日起 万华龙彻底消失了 世间唯有少华龙 这时 一个黑影搜一下来到她身后 很快她下河就被死死掐住 对方质问她为何人 又如何使得万贵妃 少华龙并未解释 只希望她能遵守莫言 饶自己一面 面具哥却威胁其交出万贵妃的镯子 为了苟住小命 少华龙只好双手奉上镯子 同时 面具哥也信守莫言松开了她 放她离去 少华龙本打算再为自己争取一下镯子 可面具哥一个死亡眼神杀让她望而去 她毫不犹豫转身逃命去 看着女子离去的背影 面具哥莫名心生好奇 随后便下令属下跟踪 并彻查其所有信息 另一边 小丫鬟桃花终于等到了自家小姐出来 少华龙感谢桃花相助 才得以从那暗无天日的农庄死里逃生 可侥幸逃脱的两人又该何去何从呢 清灵那个地方 有狠心的殿 恶毒的继母 显然不可能回去 但若想要报仇 势必得找到强有力的靠山 忽然 她记起娘亲从小就给她定下一门轻事 对方是清灵臣府的少爷陈以安 在少华龙的记忆里 那是个温润如玉的清朗少年 可平白无故多了个未婚夫 着实令人头疼 但转念一想 这未必不是一个绝佳的人选 于是决定即刻出发清灵 去寻求那位素未谋面的未婚夫的帮助 怀孕妃子受不了半点凉 狗皇帝却罚她在零下十八度跪了八小时 最终那尚未出世的小生命就这样消失 而狗皇帝竟依旧无动于衷 只顾着独自享乐 她满心怨恨妃子害死了自己的白月光 却不知真正的罪魁祸首正是她自己 万华龙万万没想到 自己死后 狗皇帝竟强力深情连设 对外宣称悼念贵妃 无意册封皇后 让群臣莫要再送女子进宫 宫女轻柔地擦拭着皇帝身上的水珠 皇帝一把握住她的手腕询问她名字 奴婢柔婉 宫女小心翼抬头回话 那面容神态像极了已故的万贵妃 下一秒只听到扑通一声 宫女被皇帝粗暴地丢进浴池 她憎恶着双与贵妃相似的眼睛 立即下令让妻果子弹 毕竟再怎么相似 她也永远不是万华龙 另一边 重生后的邵华龙刚抵达清河镇 便被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劈头盖脸砸来 未婚夫陈以安今日澄清 新娘却并非她这个未婚妻 果然 天下乌鸦一般黑 前夫薄情寡义 如今未婚夫又被兴棄 邵华龙绝不允许世间不公继续反复 她毅然决定为现在的自己讨回公道 城府内锣鼓喧天 冰棚满座 道贺之声雌其彼伏 一对新人缓缓步入礼堂 就在吉时道 新郎新娘 一拜天地的高呼声响起之际 一道女声默然响起 等一下 不能拜堂 少华龙大步踏进陈府 宾客们齐刷刷的头去一样目光 这是哪来不懂礼数的野丫头 竟敢阻拦人家行李 洗脖子生怕丢了饭碗 急忙上前喝道 小姐你哪位 怎么来捣乱啊 少华龙淡定自若 娓娓道来 我来自精灵少家 是陈府少爷陈也安的未婚妻 敢问今日陈府为何被弃婚约 另娶他人 陈夫人闻言恼羞成怒 称少小姐继母早就说过 少小姐已经重病亡故 并打发她这个骗子赶紧离开 少华龙见状毫不留情地回对 陈夫人口口声声说 少小姐亡故 你可曾见过她的仪容 可曾记过她的灵堂 可曾为她点之香 陈夫人被对得支支吾吾 没 没有 那敢问陈少爷 你要退亲令去 可曾归还与少小姐的定亲信 妈宝南辰也安憋了半天 屁也没放出一个 陈老爷终于按捺不住 让自家夫人交代清楚 陈夫人心里有鬼 自然不敢言语 少华龙绝对不会惯着 当场便要拆穿 只见他御守一婚 指向新娘 当年我娘亲与陈府定下亲事 赠予陈以安的定亲信仰 如今就挂在新娘腰间 未婚夫一家贤女还长得丑 竟当众退婚令举他人 起料下一秒惨遭打脸 新娘王灵儿坚称那玉佩是陈家所赠 言其上面之龙字 是特意为他而克 赞他欺翘玲珑心 少华龙听了 心里暗骂陈家当真厚颜无耻 这玉佩是有罕见的 牧山子翠玉一分为二所客 那是他娘亲的嫁妆 龙字正是她的闺蜜 而另一块刻有安字的玉佩 就在她手里攥着 陈夫人心虚地低下头不敢回应 少华龙扬言要报官处理 此时 一直当哑巴的陈以安终于开了口 母亲 她说的可是真的 陈夫人腿一软 扑通一下就瘫坐在椅子上 这等同默认了少华龙所言 可他却死鸭子嘴硬 将过错皆推至少华龙继母身上 称继母言少华龙得了浑身生疮 满脸麻子的恶剂 根本配不上他儿子 陈老爷一听大梦 呵斥自家夫人不懂事 众目睽睽之下 他即便在贪财 也只好从刚过门而戏手中夺过玉佩 归还少华龙 并当众退了这门亲事 少华龙不屑地冷笑一声 陈夫人可真会说笑 少家之女岂是能让人随意摒弃之物 当年陈夫人生产时命悬一线 她身怀六甲的娘亲日夜不休的照顾 以至于落下了病根 而后撒手人还 陈夫人不敢恩也就罢了 竟还指责少华龙邪恩图报 陈夫人欠下的可是一条人命啊 她抓起了陈夫人的手腕 势必要讨回公道 陈夫人顿时意识到女孩就是来碰此 伸手扯开了她斗力上的薄纱 想让其当众出丑 可没想到被打脸的竟是自己 薄纱之下 女孩面容娇好 眉如远待 眸如秋水 波光炼焰中仿佛藏着无尽的故事 陈氏母子同时眼睛瞪得像同龄 眼中满是震惊与惊艳 少华龙压根不给机会 俩人忏悔懊恼 更不允许忘恩负义之人退她的亲 想要退亲只有一种可能 那便是陈夫不告天下 是他们被信弃 复兴另取 不堪托付 今日 是他要退陈夫的亲事 陈夫人一听 立马又坐不住 被女方退亲有损人生 儿子还要参加科考 他非但不乐意退这个亲 还提出更过分的要求 让少华龙进门做个平妻 然而王灵儿却哭得离花待雨地表示 他不想沦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谱 别说他不愿意 就算他愿意 少华龙也果断拒绝这无理的要求 陈老爷实在无法容忍自家夫人的胡言乱语 立马让下人把他带下去 随后他笑音音赢上前 希望用银钱补偿女孩 就在此时 一道轻痴声响起 只见人群里一位红衣少年不羁而笑 一条人命 一桩婚约 竟想用银钱做交易 我看你们臣府就想诃骗这位少小姐 好让他背上勒索的罪名吧 少年一言惊醒梦中人 在场忽然响起一阵为少华龙说话的声音 少华龙虽感谢 却并不领情 他表示陈老爷既然愿意补偿 那他没有不收的道理 少年闻言失望至极 甚至后悔自己多管闲事 随后转身潇洒离去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那都不是事 陈老爷脸上写满了高兴 可他却高兴得太早了 只见少华龙忽然勾起一抹意味不明的笑 恐怕是要陈老爷失望了 您的赢钱我拿得起 但却非我所求 库家公子哥只因吃习忘记随份子 竟被新郎不要的未婚妻盯上 少华龙硬闯陈家婚宴 只想要一个公道 陈也安慰了保住陈家最后一丝颜面 主动向少华龙低头认错 承认陈家种种罪名 也当场表明自己的态度 既已娶妻 绝不朝三暮四 并且愿意不告天下 退清之事时陈家全部过足 眼看自家儿子前途即将毁于一旦 陈老爷赶忙上前阻止 可陈也安却表示唯一一决 片刻后 陈也安将谢罪书双手奉上 并诚恳道歉 华龙道歉 少华龙虽收下谢罪书 却毫无原谅陈家之意 冷冷回应 你也不配叫我的名字 阴落 少华龙带着桃花决然离开陈府 见事情终于告一段落 陈也安也松了一口气 另一边 被赶到后院歇息的陈夫人 正口吐芬芳发泄心中怒 忽然 小丫鬟急匆匆来报 夫人不好吗 少爷给那少小姐写下谢罪书了 陈夫人一听 激动的连到嘴的茶都打散了 身边的老摩摩不是什么好人 一边煽松点火 一边怂恿他 找人教训少华龙 被愤怒冲昏头脑的陈夫人立马答应 命他立马带几个人去把谢罪书抢回来 若少华龙不从 那就扒了他的外衣丢到街上去 少华龙和桃花漫无目的走在大街上 桃花担心自家小姐没了婚约 不知该如何是好 少华龙轻叹了一口气 告诉桃花 女子并非只有嫁人一条出路 若非好的姻缘 早早逃离未尝不是好事 桃花不懂大道理 他就是替自家小姐难过 一时忍不住哇哇哭了起来 少华龙忙安慰 别哭别哭 脸都哭丑了 就在此时 他看到不远处 陈夫人身边的嬷嬷带着下人来 是汹汹朝他们走来 想必是不怀好意 目不得多想 少华龙抓起桃花的手撒腿就跑 小姐 我们怎么办 桃花惊慌失措 分开跑 千万不要被抓住了 等着我来找你 少华龙拼命向前跑 陈府下人对他穷追不舍 此时 一辆奢华马车映入眼帘 少华龙立刻认出那是皇上的马车 他毫不犹豫地躲进了马车里 还听到来人在车外嚷嚷 原来陈夫人给出重金悬赏 让他们抢卸罪书 并且还要扒光他外衣 让他颜面扫 少华龙闻言 心中惶恐万分 急忙藏进了一个大木箱子里 他没想到陈夫人手段竟是如此卑鄙 所以他绝不能被抓到 千军一发之计 马车的主人默然出现 他就是方才在婚宴上想帮少华龙警 却好心被当成鱼竿飞的陪家小公子陪家上 陪家上为了寻找祖母 心心念念了三十年的次子翠玉观音 到陈府参加婚宴 结果一无所获 还莫名被少华龙对了回去 想必此刻他的心情应该不大漂亮 然而他一上车就发现了车内的一样 什么人 竟敢躲在小爷的马车里 随手一挥就打开了大木箱子 少华龙突然感到惊慌 下意识地伸手追掩着自己的脸庞 他没想到自己的行踪竟被发现了 而面前的人是婚宴上那位红衣少年 两人同时站起身四目相对 一口同声 怎么是你 陪府的护卫们察觉到了车内的一路 本就对少华龙美好感的裴家上更是不耐烦 吼道 给小爷滚下去 为报纹库公子救命之恩 女孩不惜将价值千斤的玉佩投入火炉 陈府老嬷嬷政领着一众下人 对少华龙穷追不舍 千军一发之际 少华龙躲进裴家上的马车 并以裴家上苦寻无果的次子翠玉观音下落 作为交换条件 恳请他出手相助 裴家上自然不愿错过这一次希望 于是答应帮他摆脱追杀 还亲自教训了那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奴才 其中一人一眼认出裴家上的身份 赶忙提醒嬷嬷 这位裴公子乃是自家老爷今日请回的贵客 话音刚落 侍卫轻竹便以雷霆之事将众人干趴在地 随后去车离去 车内裴家上正经微作 少华龙也终于长出一口气 然而 臣府始终是个隐患 此地不宜久留 当务之急 事先解决眼前这位出了名的顽固小公子 少华龙诚挚地谢过救命之恩 裴家上却语气冷淡地说道 帮忙并非出自我本意 不过是各区所需罢了 说吧 次子翠玉观音在哪里 少华龙无奈回应 怕是要让裴公子失望了 次子翠玉观音已经被毁了 裴家上闻言 冷笑一声 当即让侍卫将人扔回臣府门口 少华龙却不慌不忙地解释起来 三十年前 清和白家从西域寻得其时 雕刻成次子翠玉观音 此物高四尺有余 光可见人 最为难得的是裴观音半身成金红色 裴家上眼眸微锤 他描述的观音与自己所闻一般无二 可一般百姓怎会知晓这些呢 于是问道 那你说说看 次子翠玉观音是如何被毁的 顿时 少华龙陷入沉思 前世 霍卿登上地位后 许久未兑现承诺封他为后 万家特地敬献次子翠玉观音 意图讨好圣星 稳固他的地位 起料竟发现镜瓶中脆满毒药 霍卿一怒之下 将次子翠玉观音摔得粉碎 万丞相真是首眼通天 宋毒药进宫 是想警告朕 还是想直接毒杀朕 不可能 陛下 臣妾的父亲忠心耿耿 绝无一心 当时的少华龙为父亲申变了几句 霍卿便恼羞成怒 对他动了手 如今想来 无论当年真相如何 自己都不过是帝王与全城互相较量中的一枚妻子吧 见少华龙迟迟不语 裴家上略显不耐烦 说话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少华龙淡然回应 我怎么知道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有办法 让裴公子重新雕刻一封新的观音 裴家上难以置信 说得轻巧 红宝玉稀有 能雕刻如此精巧观音的工匠更是难找 少华龙凑近低语 裴公子 我有仿造的法子 裴家上不屑的挑了挑眉 就凭你 少华龙笑笑 帮我找家铁匠铺子 我自会证明给你看 片刻后 几人来到铁匠铺 师父 我们公子见你的铁匠铺一用 铁匠见到银病子 立马答应 几人来到火炉旁 裴家上倒要看看这女子搞什么鬼 只见少华龙从衣袖中掏出那块 刻有安自的木衫翠子玉佩 二话不说 直接扔进火炉 铁匠当即傻眼 惋惜这珍贵的玉佩就这么毁了 少华龙却丝毫不觉可惜 毕竟刻着复兴人名字的玉佩 没必要留下 裴家上倒是挺欣赏他这份坦荡 不过 你不是刚被退亲吗 难道不难过 少华龙洒脱回应 没什么好难过 就退了个清 哭哭啼啼要死要活 那才是愚蠢 更何况他也不稀罕陈尹安 经过漫长的七七四十九分钟 少华龙从火炉中取出玉佩 放入冷水中 再取出时 紫色的玉佩奇迹般的变成了红色 原来 其他玉石用烈火烧制 只要火候得到 便可通体惊鸿 如今就差一名记忆了得的玉佳 公子就能再造一尊次子催玉观音了 裴家上饶友兴致点了点头 有意思 眼看救命之恩一报 少华龙正打算离开 可裴家上却出手将他拦下 不行 你不能走